5月1日晚上接近11時 據報有一輛拖車 拖著一輛車頭損位的保時捷跑車 沿著西邊街上車行駛 去到7號警署對開的時候 保時捷突然脫鉤 跌落地面之後再留後 撞到尾鎚的一輛福士私家車車頭 福士車上一名女乘客受傷 經送院治理之後清醒 警方接手調查車禍的原因 官方接λι仇 警方接受傷 近距離 隨便 警方接受傷 記 rond ci貼務 警方接受傷 団子 運勤 通誤 感谢观看